苹果笔记本其实很好选 光看上市年份肯定不行 那么这款曾经设价1.8万左右的m1 i94 目前在华人北到底是什么行情 上车打卡实录对白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相 而且看下苹果笔记本啊 这个评论本是我们微信上说的嘛 这个是你给我准备的啊 你给我说话说大声一点 我们家都是提是什么家具报什么家好不好 拿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个苹果笔记本啊 这个是i7的一个处理器 然后内存16g的 显示器的话是2880x1800 这个是四毛膜的显示屏 然后这个是510二级的你的固态硬盘 它分了两个系统 啊 来看一下这个键盘 我们试一下这个机器 啊 测笔记本的话 键盘肯定要每个每个都要测试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啊 这样滑过去的话 明明的话代表这个键盘是没有问题的 这笔记本签子多少 4050给你4050给我是吧 说你50太贵了吧 我我前几天拿的是 4000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价 你少一点给我少一点 大家这么熟了 不要那么贵了 我看你这个都奇迹外观啊 外观 你看下这个地方有个新闻的小口碰 轻微的啊 那你们过来看一下 把你们看下这个地方有小小的口碰啊啊 他就给我少50块钱 轻微的也不是挺严重 我们四周看一下这个外观 这边的啊 这边的 然后这边的 这小口碰 大家看到了 这边侧面的 你看 这是正面的前半的侧面 背面的话 在说难免的 有些小小瑕疵 但这个地区一般就是属于99成型的一个状态 这里就把它拿下来吧 啊 四千是吧 没问题的吧 天天赚到有问题 我拿给你 推给你啊 好了 你们四千就打定了这台苹果笔记本 这个苹果比一般 采用的主要硬件是i7是16G的运行内程511的固产移房 还有独立显卡两句的独立显卡两句的 我带你看一下在哪里 然后显卡这里面是750呢 机器750 然后这边的话啊 独立显卡是两个句啊 独立显卡啊 那你们看一下这个笔记本的话真的拿的是比较滑顺的 四千拿下ip八代四核四万某显示屏15寸 运行内程16G加512G固态硬盘 并且可以装双系统 我想这么强行的配置八年不够合 点赞 关注爱迪街笔记本路上实用又明确